我女兒會拿著 你會這樣 沒有啦 她說你要有東西要用到 不用啦 我不用啦 她現在還沒回來 你打一下一打 打一下一打 她還沒回來 我還要去辦事 她還沒回來 她還沒回來 我在這裡跟所有的鄉親說明一下 沒有一個候選人 會笨到 拿幾萬塊 去買一個93歲 不啊 一張票 另外啊 更沒有候選人 會笨到啊 穿自己的競選背心 有號碼競選背心 去買一張票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今天為什麼 會有這個影片的流出 那我們合理懷疑 這個是 這是在現場 在人家的私宅裡面 可能裝有密錄器 等等其他電子設備 這個有牽涉到 妨害秘密的 行責 這個我想 讓我們保留 法律追訴權 再來 這個事情的發生 是這樣子 王坤榮王里長 競選總部要成立 沒有半毛錢 來找我借錢 開了一張十萬塊的本票 因為王坤榮 有亂花錢的習慣 我沒有答應要借他 沒有答應借他 他快哭出來 他說 那個總部成立 連買菜的錢都沒有 他媽媽晚上都睡不著 整天愁眉苦臉 我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就跟王坤榮講說 你買菜的錢要多少錢 他說買菜的錢幾萬塊 我說我這幾萬塊可以幫你 但是我不拿給你 我怕你花掉 我要直接跟你媽媽 確認這件事情 有需要我再見你 所以我這個事情完全是做善事 做愛心而被抹黑塞髒 完全是這樣子 到了現場 他媽媽跟我確定 以後我拿錢給他 這完全是借款 他媽媽當初王坤榮跟他媽媽 說要開本票給我 我說不用開 慢慢還 我主要是去 要確認這個事情 那也特地去安慰這位老人家 完全是做善事的心 怎麼會變成現金買票